当然说实话 德云社要想走上国际 现在已经走上国际了 国际的名字还是不行 是吗 对 你德云社 人家国外那个组合都是什么呀 什么B一个半 对对对 很火前一段 对不对 B一个半 人家都是英文名 刚才我说DYS 缩写吗 Four T A 这才能火 要说德云社在国际上不能火 对 你就DYS48这行 但是DYS指的很多呀 德云社吗 那可以是第一骚啊 这也行啊 第一骚也行 对男子天团骚点 什么乱七八糟的 咱们不提这个味道 不提什么味道 没有味道 因为师傅是搓澡的 对你说的是师傅的裤衩 那是第一骚 也是搓澡没有换裤衩的 对没有换的潮啊 谁谁说的 就说开玩笑 就说这个名字要想走向国际 得叫DYS48 就显得大气 对了 而且要是说变化的话 这个形式也得变化 怎么变呢 你上台你就不能穿着大褂什么的 倒是可以 不不不对不对 咱们传统演出就得穿大褂 传统服装 穿大褂倒是可以 就是里边不能穿裤子 光着 光着腿 那都露着腿毛 好看吗 那东西 你要是实在觉得腿毛太突然的话 可以来一个网眼的丝袜 那这毛不从眼里滋出去了吗 谁还不吃点山药呢 你真饿啊 谁还不吃点山药呢 不是那咱上场 好演员都往上走着这蝶 你别这么走啊 那怎么走啊 你这么走 那就不像DYS包贴了 那应该 不洋气啊 你不能一上来就正面面试观众 那 你背着身啊 背着身怎么走 背着身 你先把 你别人先出来 先把两只山药腿露出来 给大家一种朦胧感 然后 有一个这个动作 然后再回头 大家伙绝对 比晕船吐得很 我跟你说 你觉得咱师傅呢 个头就这么出来 好干得了吗 一会儿他们来就这么上 师傅肯定不 余老师倒行 余老师揪着头发就出来了 我哥 下面不得创新的 真是 开玩笑 对对对 当然说实话 现在这个偶像啊 太多了 那当然 小鲜肉比较多 满世界都是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变成那样 稍微有点难度 来不了来不了 对不对 当然说实话 我们这德云社 这个颜值也在逐年的上涨 不断的在提升 当然 男的都挺好看的 德云社也没有女的 对对对 传统我们这没有女同 没有女同 对对对 而且像我们这 这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啊 越来越好看 注重自己的这个仪表 你这不是仪表 行 你这是仪容 你这时候 你还注重自己仪表 你哪有仪表 能跟个人似的活着 就不容易了 我怎么没有仪表 你有吗 我带着呢 我带着呢 带着手 我带手 手带来算呀 对不对 有表现行没 行行行 对不对 而且我 我跟你说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 现在讲 注重这些 注重形象 对吧 你现在反之 捧个演员就稍微差一点 捧个演员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注重形象 没有我们这怎么着 那于老师母一天下 那不挺好的吗 他就奶孩子了 行 他母一天 于老师还奶孩子呢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多攒的事 那头发怎么打的卷啊 头发打卷跟奶孩子 有什么关系 产后抑郁吗 不是 于老师这儿 为着孩子 这边就是头 你可能今天好不了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这个头发 像奶完孩子的 我告诉你 我倒是 倒是在 就说这个 这个捧个演员 一点都不重 我们还行 我们还行 是吗 对呀 这都胖成这样了 还行吗 我们最近瘦了 没事还行 是吗 对捧个演员怎么了 我们虽然词儿少 但是我本职工作是这样的 我们挺好的 你们捧个演员不行 怎么不行 长得太难看 我们丑 但是大伙没吐啊 对不对 怎么你们还得把大伙 这个丑吐了是吧 不是 咱就说这意思 我们想得很开 所以我们无所谓啊 不是 关键他们 他们这个演员吧 也不是说光长得难看 还有什么呀 就是 就是反应他也慢 我们反应挺快的 是吗 对呀 这是几呀 一呀 是一吗 你这个太低级了 这叫什么玩意儿 那就说反应确实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都一样 傻子说不了相声 我们很聪明 谁说傻子说不了相声 谁呀 我呀 现在都跟演员都这么下本吗 怎么的了 不是不是 咱不能这么说 咱不能这么说啊 不能不能这么说 没没 我们好着呢 不我们不傻啊 你看你们有一个奸的吗 怎么了 你往边看 一会儿上来有一个人 叫杨九郎 对呀 那眼睛给你小的 眼睛小人家也不傻呀 人家 眼睛小代表就是脑子小 那你这脑子也不大呀 我是傻呗 这人一旦无耻起来 真是无药可救 咱喝得出去啊 不是 他不能这么说 还有还有那个罗云平 对 一会儿他也上来 他居然是大学毕业 那怎么那也捧个眼员 他居然是大学毕业 当然说实话 大学还是个清华大学的 是啊 他清华大学 各位你可能都知道清华大学吧 都知道 国内的高等学府 享誉全国呀 他清华大学学的是装修 怎么样 那你甭管 那人家也是清华 瓜大白的 说我们东北说就是立功了 行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跟那个没有关系 人家有学历 你不代表人是傻子 就听你 我我是傻子不是 行你是傻子 我是吧 你是傻子 我不相信清华大学有装修系 你信吗 现在我也不信了 我是傻子 清华大学有装修系 这是一个骗人的好方法 别闹 咱说这都没有 你不要老公鸡捧个演员好不好 没有 没有 但是说 大伙可能是不 大家这么想这个理论 都跟演员 现在我 是都跟演员 我是傻子 他捧个演员 我们更傻 你看 我们更加杂 这 这 进不住推理 这进不住推理 这个如果不把自己降下来 跟他没法聊天 我告诉你 他确实 你说我们都干这个了 他站边连画都没有 不不不 树叶有装功 捧个演员就是画赏 你有什么词吗 咱不能这么说 大伙是不了解 说像之前 我们学习的都是一样的 最后是分工的时候 他可能斗跟 我捧个 之前咱都一样的 真的我觉得捧个演员 技术含量很低 是吧 就是你 不用是个健全的人 就是 眉毛以下 瘫子 基本上就能当捧个演员 有时候 你眉毛挥动 有个表情 就可以了 我们连话都不用说 对了 你一歪头 就死去了 就行了 你基本上就可以是这样 对不对 你有什么话呀 没有话呀 你平常 平常你练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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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够了 对不对 有个反应 我们有病 我们站边 我们就这样 我们 对不对 而且你说 你们有什么词吗 没有什么词要背呀 谁干 我们有 这是 去你的吧 完了 就最后一个结束语 比较突然 你等会 我们是你这么轻浮的 这么说吗 我们是 去你的吧 我们是这样 这属于健全的 我跟你说 要不健全就是 就完了 你要是余老师这样的话 奶的孩子都飞出去了 我告诉你 抱着孩子 你人家说 你不讲理 我们这 这是基本功 台上我们词也不少 有什么词呀 你说什么 我们就跟人来 其实捧跟演员 都不用说 跟我们斗根演员 站在一起练习 没事 逮谁跟谁捧跟呀 人家打个电话 都能捧跟 嗯 是 哦 哎 哈 挂了吧 行了 就这样吗 那你要照顾 我们平时 我们还跟导航玩呢 我们 前方路口走着 好嘞 我们还这么玩呢 还有严重的自闭症 你看见没有 你甭我 你甭我 什么乱情 哪儿我们就不行了 这是智商的事啊 咱就 咱真是 我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事 是胎里带的 你不能这么说 这是胎里带的 你看你看 他 他就是尤其 他这个智商不够啊 体现在各个方面 不哪方面 你说来 你说哪方面 是不是 是不是 胆挺大 我胆还行 是不是 胆挺大 挺大 是吧 他敢生孩子 是吧 你偷啊 你偷 这生孩子 跟胆大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敢 遗传给下一代 那你怎么敢 生孩子呢 我是傻子 我无所谓 我是无知 我不懂 无知者无畏 但是我们 那个叫意外怀孕 行 那你怎么没去 大铁棍子医院呢 你怎么 找同主任 我们不需要 同主任退休 找咱师傅就行 我告诉你 他在这 关键你看 起名字这个方面 我觉得各位来说 这个名字 是带一辈子的事 对那怎么了 他给他们家孩子 起名字 特别可乐 哪可乐 叫哼哼 我们叫哼哼 哼哼哼哼 你是个傻吧 我告诉你 行 大名 大名啊 大名叫 猪什么赖招下 什么猪 什么小 没听 姓曹 也姓曹 叫曹大傻 是不是你儿子叫 你儿子叫二傻 对不对 干嘛 得彷子排班 看人孩子乐得欢 我 叫曹什么 你甭管叫什么 我不告诉你 指不定你说出什么来 叫曹 你不如我们家 我要说我们家 孩子大名叫什么 你敢说你们家 孩子大名叫什么 这有什么 可不敢打赌的呀 敢说 各位 我刚给我们家 孩子起了名 叫曹经泽 你说你们家 还叫猪什么 不叫烧什么 得说 你得叫烧什么 烧 烧麦呀 怎么那 不是烧个大名 谁问小名 你爹是烧饼 儿子叫烧麦 对不对 一家的主食 对不对 没有说主食 我们还有要是要二胎 的话呢 我们准备要烧烤 好不好 这样的话 全国人民基本上 各位可能不了解 之前他们家孩子 没生的时候 我给起名了 烧火轮 烧火棍 这不都挺好听的吗 一个男孩 叫烧火棍 多好 你想 这个是男孩 这个事 不用在名字上面 体现出来 好不好 烧火棍 不好听吗 烧火棍 男孩 男孩就得戴个棍 这这这这 显得结实啊 没听说过 没毛病 大名也好听 想听听 他们家孩子 烧什么 烧什么 姓妈妈 姓朱 姓朱 叫朱一百 乐什么 乐什么 这这 这有什么 可乐的吗 他跟我外星 说孩子有脸 一个叫朱一百 一个叫朱九百 你看叫哪个 我说叫一百吧 一百还好解释 他说叫九百 九百啊 显得多 大家猜不着 什么意思 对 我妈还说 叫朱百万呢 对不对 朱百万 百万才多少钱 你直接叫朱一万多 一万不行 一万 一万是个懦夫 哎 对 一万 改俄国名了 一万是个懦夫 再说名字有什么 可乐 这也不是个 值得开心的事情 刚才大哥 你看你乐 你叫什么名字 你名字都忘了 我跟你说 你适合当捧根演员 我跟你说 你管着 你管着 你男人就捧根演员 捧根怎么去了 这名字 你说那没用 孩子传宗接代 这是很正常的事 咱不能说 咱智力遗传宗 反正我告诉你 我们捧根演员 绝对不是傻子 各位 各位 我跟你说 说一个小细节 什么细节 这个人 打小 没震过 荞麦皮的枕头 啊不 我是小的时候震过 但是后来就不震了 你知道为什么不震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他脑子里边有水 他一阵荞麦皮的枕头 他发芽 你知道吧 合着我睡觉 我还躺汤 是怎么知道 小时候 你说他家吃那个 什么豆芽什么的 都是放枕头里头 第二天就发芽了 我跟你说 你真怎么这么缺德呢 你这个 真是真是 咱们不带人身攻击的 没有 那你要这么着 我告诉你 你妈跟我说那个话 我都不好意思 你拉倒 你妈还说呢 你小的时候老问你妈 妈妈妈妈 我能听见大海的声音 咱们我这老花乐花乐的 是不是 你别闹 我都怀疑你妈当初生你的时候 把你丢了 把胎盘养大了 我告诉你 神经病了 我告诉你 你不想理你 这个人太恶毒了 我跟你说 这不恶毒 没有你 咱们聊天 你等会儿吧 合着我妈妈 是收期待盖细胞的 是不是 给我撞小线 你甭跟我说那么专业 我告诉你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跟一个胎盘说线 说十多年 我告诉你 各位 你们见过胎盘带尖的吗 那不扎漏了吗 那不 羊水都让他喝了 你少来这套 你有意思吗 老叔我们不行 我告诉你急了 我告诉你急了 有你这样的吗 你有什么可急眼的呢 咱不是急 你老叔我们不行 那我考考你 你敢来吗 还敢 还敢考我 对 哎呦 你算考对人了 行吗 你算考对人了 对 你们家老二还叫烧烤呢 我就考考你 我告诉你 行 好 就一句话 多了没秒 回答我的问题就行 我是你爸爸这事 你知道吗 你溜达了 你问你呢 你回答呀 我回答什么呀 我回答 你那开玩笑了 谁敢对 你看这门 等我反应多快 这叫什么问题 对 那我就能回答呀 回答什么呀 你问我呀 我说你爹 不是 你得问我 刚才那句话呀 我忘了 他是个傻子 我告诉你 我忘了 你甭来那套 你看你回答 这就属于占便宜 这叫问题吗 机智反应啊 你要问我这句 我就能完美解答 还能完美解答 对 你看蓬佩演员 吃亏吃出理来了 你看没有 我们多在吃亏了 行 我是你爸爸这事 你知道吗 我是孤儿 行 行 看一看 看一看 各位 各位 知道了吧 知道 台湾和孤儿的这个 关联性了吗 少台里套 有是孤儿的吗 那怎么来 避重就行 不回答 我告诉你 人家讲究那个 那个体验 人家得 得有问题 小时候上过学吗 上过 一看就 一看就逃课了 人家得 得有答案 我长了一逃课的脸 可能是 行好 那行 那你有吗 答案有了 你有来一个 我给你出一道 稍老师 您稍等 稍等 您先把脸 那毛顿的 这是哪个女的头发 这么长 我可能找一秃子 我说 得是应用题 应用不是数学题吗 数学就是数学呀 行行 那来吧 行吗 行 我告诉你 明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这人 我告诉你 确实我无所畏惧 因为我数学 打小就不好 但是咱敢来 咱甭多 不多 对 一百以内的加减法 一百以 一百 行 差差不多 我有点恶心 行好 一百以内的 一百以内的 来来来 船又晃悠了 来来 这应用题懂得看重点 听着 应用题 请听听 家庭啊 家庭题 不应用题吗 怎么用家庭 家庭应用题 家庭应用题 行 好好 来啊 听听 说 这家啊 这家啊 哥儿俩 俩孩子 对 哥儿俩俩 有亲属吗 就这家除了这哥儿俩以外 是都死绝了 对不对 那你不是故人啊 不是 你这题不严谨 你得说这家的小辈 就这哥儿俩 就哥儿俩 不会再蹦出别的人了吧 哥儿俩 行 哥儿俩 请听听 哥儿俩 你考不了试 你 我这这幅 还有套子里边 你在卷子上都写满了 对不对 还得给考官问题呢 就哥儿俩 哥儿俩 好 哥儿俩 哥哥 哥哥 今年 八岁 哥哥今年八岁 这是重点 八岁 八岁 哥哥八岁 弟弟呢 弟弟 是哥哥岁数的一半 这是重点 重点 就猜手了 来来来 哥哥到一百 一百 弟弟多大 五十 五十 没毛病 五十 智商堪忧啊 对吧 是不是没毛病 是不是 你看看 对吧 我估计各位 可能小学都没毕业 我以为我不行 行啊 行啊 没问题啊 行啊 我跟你说 从此 真的 一个傻子的骄傲诞生了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舞台上 你怎么这么骄傲呢 你 废话 啊 十亿那家家 错了 别闹 我告诉你 应用题 咱得画重点 你刚那个一半就是重点 我告诉你 你能好好听题吗 你再来十遍都一样了 哥哥今年八岁 这八岁我记着呢 弟弟是哥哥岁数的一半 是一半我知道 几岁 四岁啊 哥哥一百 弟弟多大 五十啊 一半嘛 对不对 你呀 属驴的 我怎么会属驴的 你怎么那么酱呢 我没酱 我就这么想呢 我没 这个哥哥在你的体里边 可能是弟弟的亲爹 真的 不是你当时我没明白 可能是亲爹 我不对 我觉得我这对啊 没毛病这个 哥哥八岁 是八岁没毛病 弟弟是他一半 四岁 四岁 对啊 哥哥一百 一百 弟弟五十啊 九十六啊 各位这属于送分题吧 不是 是不是属于送分题 这玩意 你倒是 你倒是 这个不赖我 谁让你刚才强调一半呢 你不强调一半 不就没这事了吗 那还叫题吗 不那倒也是 我就说我数学不好嘛 你这你这也太不行了 你这也 那你要这 我给你来一个 你敢来吗 来 我给你来个很简单 动物题好不好 动物题 动物情景题 挺好啊 动物情景题 对 情景在线题 对 有一个小耗子 你知道吗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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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耗子知道吗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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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理一笔 有一个小耗 还有一个大狐狸 狐狸知道吗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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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那样的 我看见你大傻子 我就怕你不想狐狸 狐狸也嘀嘀嘀嘀嘀嘀嘀 这玩意我都是尖嘴嘛 反正 狐狸怎么能是嘀嘀嘀嘀嘀呢 狐狸是 狐狸应该是 啊 你呀 你可能是个骚狐狸 对 哪有这样的狐狸啊 狐狸不是骚吗 狐狸 你身上全是笔 我告诉你 就是听好了 就这俩 一个小耗子 和一个大狐狸 这俩人啊 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俩人约着 在河边打架 这俩怎么吵起来 一个鸡鸡鸡 一个啊 这怎么吵起来 对 就这鸡鸡鸡 你抬味了 啊 我就是味 就这样的吗 就吵起来了 对 俩人在河边打架 就打起来了 这会儿呢 俩人就动手了 动手之后 咚 飞出去一只 吊河里淹死了 问你飞出去的是谁 好 为什么 小啊 不对 狐狸啊 啊狐狸啊 为什么 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打狐狸 九号子去吧 可能 不对 那什么啊 因为啊 狐狸啊 狡猾 还一半 呸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你们鼓掌 是出于 是羞涩我 还是乐他 你知道吗 羞涩你 还有对大傻子的 一种安慰 你管不着 我 这个 这个 这个谐音题啊 这是 那 这哪是情景动物题啊 啊 迷惑敌人啊 狡猾 对啊 狡猾 对 狡猾了 对 没毛病 看孩子再告诉你一遍 对 孩子我 我听见了 我听见 我是傻子 不是龙子 谁说你不是龙子 你不是龙子 你带俩助听器在这儿 我告诉你 带助听器多了 一会儿还有一带助听器上来呢 我告诉你 哎呀 行 行 你不知道谁是傻子 我告诉你 正来这个题 嗯 嗯 行 我也给你出一题 还有 答案 答案太多了 来 你来 算数题 我说了我数学不好 怎么还算数题 实际内加剑法 嗯 行 行 这个我也行 你知道 这个踏实了 他自信 这个我自信 对不对 听呢 听啊 好 菜刀知道不 菜刀 菜刀啊 知道 嗯 切堆的 对对对 我家里边有十把菜刀 你买 你砍人呢 你 买那么多刀干嘛 你 我摸刀的 行 好好行 十把菜刀 好 私生活不管 十把菜刀 丢了一把 还剩几把 九把 十以内 再丢一把 八把 八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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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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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有 没有什么继续含量 这 这 送分题 你给我躲开 你给我躲开 我问问你们 怎么全是女同志答应的 怎么 哎 哎 你 你不错了 你都是个孤儿 就别挑了 对不对 挑什么男女呢 对不对 找着一种父爱就可以 别废话 你这可太缺的 这跟刚才我问你的题 不一样吗 是不是 这不是个送分题 这不叫题 我宁可猜你那一半 我都不猜这个 我告诉你 还得叫题 得叫题 怎么叫题 怎么叫题 你得动跑 你弄得 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那是这种 这我不会呀 我问 这行 还得说 啊 这种感觉 不是 你不用那么骚 对 咱就正常感 行行行 这简单 这简单 家庭伦理应用题 咱能不能别那么多标签 咱们 我记不住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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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出一个 来出 好 一个应用题了 行 应用题 好 说啊 有这么 新婚的夫妻俩 新婚夫妻俩 男的呢 一直在外边工作 出差 女的呢 在家上班 在家上班 两个人呢 就一直没有机会啊 说照这个婚纱照 哦 这找个时间就照了 终于说有这么一天啊 这个男的呢 从这个海上啊 下了船回来之后啊 跟媳妇说照个婚纱照 你等会儿 海上下船回来 你说的这人在船上哪儿 你看 值不值得思考 真实事 你瞧瞧 想谁啊 然后下了船之后呢 跟这个媳妇呢 拍一组写真婚纱照 写真婚纱照 两回事 一个穿衣服 一个不穿衣服 两回事是这个吧 行 我想多了是吧 就到这个荒郊野外 那是写真 写真 荒郊野外 得有人给人俩照啊 那还是穿上点衣服 有外人在 有穿着衣服 穿着衣服 有双鞋 那管什么用啊你 张着屁股 这就穿双鞋 那是照 扎脚啊 扎脚啊 说正点 没说照鞋 重点重点重点 好啊 因为啊 这个丈夫呢 老是出门在外 是 这个女的呢 就有点一清别练 哦 跟这个照相师啊 俩人就对上眼神了 这么快就对上了 哦 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哎挺神奇啊 平时呢 您这个不是一个色情小说吧 您这不是 没有 没有 没有色情小说 你要不拦着都讲完了 哦 行行行 这个男的平时就不怎么会说话 话比较少 平时呢 就是跟女的就是简单的沟通 嗯 啊 这是去你的 卢云平 对不对 哎 哎 然后 这男的呢 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 就是不敢睡 瞧麦皮枕头 还是没多了 听题 听题 好 俩人啊 在这个拍照的过程当中啊 啊 跟这个摄像师啊 啊 这女的就产生了爱情 啊 在这个男的一不留神的时候 哎呀 真磨叽这题 跟这个摄像师啊 啊 俩人就把自己的爷们儿 给杀害了 学一题啊 行 破案的是不是 行行 好好 就拿照 拿照相机啊 啊 给照死了 你怎么不说拿照相机 把魂照出来了呢 哎 你那是封建迷信 你给我躲着 就拿了他照相机给照 就给怼死了 啊 到底照相机怎么给人怼死 你告诉我 你 你别听题 反正就死了 行 死了 死 俩人呢 就把这个尸体啊 就给 就给沉在啊 尸陈大海 没有没有 那哪有海 荒郊野外 有个小湖 小湖 尘湖里了 尘湖里了 尸指望啊 没有人察觉 啊 是 可是 有这么一天 当地的有这么一个老头 老头啊 听见啊 这重点 当地的有这么一个老头 老头 在这个湖里边啊 钓鱼 钓鱼 刚扔下杆啊 就感觉 咬钩了啊 咬钩了 越拽越沉 越拽越沉 请问 啊 钓上什么来了 新郎 不对 那是狐狸 哎呀 狐狸 和你这题线编的 是不是 没我那狐狸 你这还编不出来呢 对不对 我跟个傻子这 我还听呢 我这 我还 你不是跟傻子 你给我躲开 你给我躲开 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骗人们 算了算了 你这样来 我给你来个好 我给你打个样 瞧瞧吧 还要提 我给你来个好的吧 我告诉你 咱要来 咱来传统的 还有传统的 咱来传统的 金琢磨金菜的 你这都属于脑筋 你软门了 听好了啊 我告诉你 咱们呀 来一个好题 好题 好听好了 来传统好题啊 听好 说 有一个大学教授 怎么样 传统啊 大学教授 对 大学教授 这个大学教授呢 由于长期搞科研 掉头发 那是高峰高老师 就是 行了 今天一个都没抛聊 我告诉你 对 然后头发就特别的少 从正面看呢 这个教授啊 有三根头发 从背面看 有五根头发 问你究竟有几根头发 五根啊 你再好好想想 三根 两根五根吗 不对 你再想想 想想提 什么呢 正面看有三根 背面看有五根 问你究竟有几根头发 什么呢 没有 人家都三根没了 究竟有几根头发 你怎么 你让人揪头发了 是怎么着你 你怎么 怎么 我感觉谁抓住你 前列线了 是怎么着你 什么表情 这个题真好 真的啊 该打是 这题真好 就冲这题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 颁一个最佳表演奖 为什么呀 要没有我这表演 估计大家伙都乐不了 我就感觉你肾疼现在 这你这题 这大家伙都猜着 我这不论勒你 我告诉你 那咱这也叫题 那总比你 那调上一狐狸来 这叫什么玩意儿 你 你 各位听见 他这题 题目都不跟题符合 怎么了 传统的灯迷 出了一大学教授 这不是迷惑敌人吗 大学教授是传统人吗 怎么他不正经啊他 咱不管私生活 对咱现在不聊私生活 对啊 对不对 你上过大学吗 上过 那看来你是 你行你别 我没什么好话 我告诉你 大学教授 传统题 你得猜点那个 中国传统的 你传统题就非得来传统的 你叫叫 好那你来传统的 传统的吗 好来传统的 对不对 我来吗 你来 那咱俩就不能白来了 那怎么着 你传统的 咱说下 咱只得挣钱 我出一传统题 我也只得 你别闹了 咱刚才说半天了 咱就斗智斗勇 咱没有钱了 你传统题就得来点带钱的 你带什么钱 别闹 我都是没钱 我就带了一百美金 我还想去赌场玩会呢 我还 你拿 你给我吧 为什么 你输了 我凭什么 好不容易凑一百五千 享受过程吗 你甭来这套 你不赌钱 你这太多了 你赌什么钱呀 你 那赌钱不赌 赌命吧 赌命 这怎么赌 你别拿 赌命 这血腥暴力 不行不行 赌眼睛 你竟赌这 眼睛怎么赌 你告诉我 我说你猜 你没猜着 你抠一眼猪子给我呀 真恶意 不是 那我要猜着呢 我还你呀 和人礼拜里 没你什么事 就折腾我一人玩 我抠啊 我抠的 这不行 这不行 你换别的 换别的 那咱 你多少 你得带点钱 咱别多美金 咱就来一百块钱 一百 一百块钱什么 人民币 日元好不好 一百块钱 还能省点 那行 人民币一百块钱 好一百块钱 我帽子上 还挂一千块钱日元呢 行 好 一百块钱 传统的 行 你得给个范围 打一个 咱们民俗的 一个活动 民俗活动 传统不传 这个太好了 传统艺术的演员 我告诉你 什么都研究 这没问题 来吧 说啊 请问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三头六尔 八角腿一只眼 我琢磨琢磨 我也 我也琢磨琢磨吧 条件太多 我都没记住 刚才他说什么 三头 三头六尔 三三头六尔 三头四 哎 啊 猜住了 猜住了 快快说 不是你倒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我 我也听啊 不是 等会 等会 这不是你的人品 这个 不是 不是 我主要是听你说 你要耍赖的 我没 你瞧 你瞧 我能耍赖的 行行 好好 正常 你说太多 我都没记住 我刚才就是什么 有一个三头 有一个六尔 是不是 我就听这俩 我就猜出是什么 不是民俗活动吗 耍狮子的 对不对 对得上吗 当然对得上了 肯定对得上 你问 你不信 你问 三头 三头你看 狮子得有个头吧 对对 耍狮子需要俩人 配合俩头 三头 你看对吧 六六尔 六尔更简单 你想 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一个脑袋 这样主要有俩耳膜 你看三头 有三头 它必有六尔 八脚腿 刚才说这个了吧 八脚腿是吧 八脚腿也对呀 你注意没注意 狮子有四条腿 耍狮子俩人四条腿 八脚腿 没毛病 一只眼 什么 一只眼 一只 没有刚才没这个 说别的 谁说没有啊 有 没有 你刚才没说 有 一只眼 有吗 我怎么没注意 有吗 一只眼 有吗 有 有 他们也在问我 有没有 那你要这么说 你要一只眼 那我这就不对 你看看 你看看 谁都说没有这东西吗 行 怪我吧 但是我认输 好不好 那你说答案吧 来吧 说什么答案 我给我给你出一个好猜一点 你不不 说呀 远看呀 是这个油轮 近看是油轮 油轮是油轮 就是他没油了 行了行了行了 没油的油轮 来歇会吧 不 就是他不走 对 没有油 对 我知道 远看是 我不远看了 就近看 就看眼前 来来来来 说来提答案 给你一百块钱 一会儿回房间就给你好不好 一百块钱 这么着吧 一百块钱 那就不要了 因为什么呢 你在船上你也花不了 是吧 咱俩都刷卡 这要什么钱呢 对不对 咱俩就别提钱了 好吧 这么地 不不不 你不 不行 我就想知道 给你钱 我这人我告诉你 只要答应了 虽然抠啊 答应了就得给 这钱我给你 一百块钱 不要 我给你二百 你告诉答案是什么 你别涨价了 这不是涨价吧 我就好奇 我这是好奇宝宝 就爱学习 我告诉你 好奇宝宝 就爱学习 来来 是吗 我想想 什么 对对对 就问这个 什么 你快点 别催啊 你催我 你下回去了 你快点 张嘴就来嘛 这答案 别着急 奶奶 怎么干嘛憋着屎呢 没有 你赶紧的 我奶奶吧 有你奶奶什么事 你别闹 你赶紧的 我奶奶啊 不是 没问你奶奶 我问答案 抱着猫吧 你我管她干嘛呢 你快说答案 坐三轮车 谁问你这个了 答案 就这个啊 什么 我奶奶抱猫 坐三轮车呀 你奶奶抱猫 坐三轮车 这是节日活动啊 这是 你奶奶干嘛 出去砸耍去了 这怎么着 怎么着 怎么不 她 她那个逛北京胡同吗 胡同游吗 你以前我不管她干嘛 你能解释吗 能解释吗 好行来吧 三头 三头 你看 我奶奶得有脑袋吧 对 你不可能你奶奶 满马路跑枪子 对不对 对好 对啊 猫得有脑袋吧 对猫也不可能是枪子 登三轮得有头吧 对没见过 没脑袋登三轮 对不对啊 好 三头好 六儿 你说有三头 必有六儿啊 对这是我说的 八条腿 你看猫有四条腿吧 是 我奶奶俩腿吧 登三轮得有俩腿吧 八条腿 好好 一只眼 你糊涂啊 好 我奶奶一头吧 猫一头 登三轮得一个头 三头吗 不是 我问的一只眼 有三头 必有六 你说的呀 我问一只眼 你糊涂 猫有四条腿 我奶奶两条腿 然后登三轮两条腿 不八条腿吗 我问的一只眼 一只眼 对 我奶奶双目失明 抱着瞎猫 登三轮的 一只眼 我气你了 哈哈 哈哈 我爱你了